外出五国是为了赚更多的钱,国上更好的生活,跟境外那些人说的强迫劳动和对通话没有任何的关系。 境外的那些人从来没有来过我们的公司,根本不了解我们的珍惜情况,他们说的这些话都是掐编的。 他们就这样做,就是想砸掉我们的饭弯,毁掉我们的心腹伤火,让我们没火干,没反吃。 他们的这种谣言,非常的可吃,可狠。